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柠檬一直是我们公认的减肥水果 我们都知道 早上喝上一杯柠檬水 对我们的减脂非常有帮助 今天就用柠檬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有效的减肥方法 可以让你在三天的时间内 恢复平淡的小腹 轻轻松松地甩掉大肚腩 不结实也能瘦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做法吧 首先准备一个柠檬放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再撒上适量的食用盐 用手反复地揉搓柠檬的表皮 我们都知道 柠檬看似鲜艳明亮 其实在它的表层会打上一层厚厚的蜡 食盐有很好的摩擦性 可以揉搓掉柠檬表层的蜡质 揉搓干净之后 再用清水把柠檬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柠檬去掉头尾 然后再把柠檬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再把柠檬汁取出来 柠檬的热量非常的低 并且含有各种苹果酸 柠檬酸 对脂肪有非常好的分解作用 并且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很好地减少摄素沉着 可以使皮肤白皙润泽 起到美白肌肤的作用 柠檬汁有些发苦 所以我们在使用柠檬的时候 最好把柠檬汁去掉 去好之后先放入盘中 接下来再来准备一块生姜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生姜湿润一下 然后再撒上适量的食用盐 把生姜乳醋一下 生姜为一种调味品 它就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生姜不仅可以温表散汗 去含暖胃 其中含有的活性成分 姜桶 姜西 姜辣素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减掉身上的脂肪 也是非常地有帮助 生姜搓洗好了之后 再加入清水 把生姜彻底地清洗干净 生姜清洗干净之后 把它切成薄片 尤其现在的天气寒冷干燥 冬季也是感冒发烧的高风期 这时候不妨喝一些生姜水 对于缓解感冒咳嗽 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 生姜中含有的姜辣素 可以助进食欲 还有非常好的温中植欧的作用 切好之后 把它们全部倒搅入机中 然后再把生姜柠檬打成碎末 打得越碎越好 时间可以长一些 最后打成这样的碎屑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打好的碎末 倒入一块纱布里 然后把里面的水分全部挤出来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这样就得到了非常浓缩的柠檬生姜汁 挤干的柠檬生姜楦末可以用来炖菜 可以起到去腥蒸香的作用 这个柠檬生姜汁 我们可以取上两三勺 放入杯子里 然后再加入60度左右的温水 把它冲泡一下 然后再加入一勺蜂蜜 蜂蜜也有非常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一杯酸酸甜甜的 生姜柠檬蜂蜜汁就做好了 这个生姜柠檬汁 最好放在早上喝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新陈代谢 分解脂肪 改善肥胖体质 连续喝上三天的时间 大肚腩不见了 小腹就变得平坦了 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 轻轻松松地甩掉大肚腩 喜欢的朋友 不妨把它收藏起来试一试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归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